先报税单,明显有很多香港人清了税离开, 他才不会再出报税单, 报税单由三百万份跌到二百六十几万份, 不见了三十几万份, 这个反映是收入人有收入有税收, 即是要报税交新讽税的人, 其实有三十万人或超过三十万人 离开香港去了世界各地, 这跟航班传出的数字吻合, 无论航班或出入境的数字都要反映到差不多数量, 尤其是在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开始, 去到二零一年更加高峰, 现在这个是否停了呢? 我相信还未停,仍然有人在走, 问题在于这一个亦反映过一个危险, 就是香港一班精英阶层, 一班可以这样说青壮在搏的一间阶层, 就有几十万人离开了, 对香港来说是一个打击, 将来的经济是一个潜伏的问题。 另一方面, 经济的数据是否会反映到不漂亮呢? 其实都不用看数据, 你只看楼市, 现在发展商是想浪住楼价, 在一手楼仍然有部份盘, 是用它过往的一个定价标准, 就是高过同区几个百分百或甚至十几个百分百去卖楼, 结果卖不了, 结果卖不了, 无人买, 全部都是卖不了。 好了, 但是当如果楼价低过同区价少少, 就有机会, 譬如见到尤其錦上路的盘, 摆得几好, 佔了所有楼盘销售一个大的百分比, 因为它定价低, 另一方面可能在白石各个盘定价都相对低, 可能都会卖得好, 即是说现在可以反映一点, 就是香港市民已经精, 就算你买便宜, 就算你买市价, 我都不敢乱花钱, 因为预期经济差。 另一方面五六七月, 香港政府有个保就业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可以读, 目的就是要逼雇主交足够的NPF给政府, 这些NPF记录可以证明, 香港在五月六月七月, 那个失业率就会大幅下降, 原因就是说, 就算失业都好, 那些雇主为了拿政府津贴, 都会请人回来, 因为政府有津贴, 就加了人头, 但同一时间跟他交个强积金, 可能六月七月之后就炒回他, 就不要了, 不仅是五六七月, 最好补责业, 其实政府故意在五六七月, 和延后六七八月, 就特意在一个失业率经济数据裡面, 做些好的数字出来, 其实是人造的, 因为一过了保就业, 那些人就会被解散, 其实可以预期, 八月丶九月的失业率就会高, 这就不用想了, 即是说, 香港政府明知经济差, 但其实现在玩一些数字游戏, 去掩耳盗铃, 这是危险, 陈浩波玩弄数字, 陈浩波是会计师, 跟其他行业去看一盘数是不同, 他只会看一盘帐目出来的结果, 帐目就反映了他的工作表现, 那陈浩波怎样做呢? 第一个就是发债, 或者政府收入狂追, 你见到政府可能追大家那些waste advance, 即是说差响,地租追的好行, 另一方面就不断叫警察抄牌, 不断有一些外息收入, 另外他发债, 绿色债券那些油得那麽快发, 尽快落资金回到政府那裡, 但同一时间他用钱他特别刻薄, 我虽然用刻薄个字, 为何呢? 陈浩波明知是需要逆收期措施 去推动经济, 他公布财政预算案后, 他讲过他就会今年推出1200亿 去增加逆周期措施, 当中包括派消费券给香港市民, 当中包括增加8%的中小企担保, 令中小企有钱, 当中包括保就业, 包括有些西洋救济, 只是头三个措施保就业390亿, 派钱700亿, 再加上对中小企精准放8%担保贷款给他, 那里有100亿, 加加买买你算一算1200多亿, 接近亦周期措施大部份金额, 但见到陈浩波做法就是炭万把, 见到本身消费, 消费券大家大部份都用完, 现在见到在四月份消费零售大概声称增加25%, 见到增加的数字似乎正在消费券拿出来, 消费券当时政府派了三百多亿, 有一半钱相述, 大部份钱是两个月用完, 即大个人在五月用完钱, 现在六月还有消费券的钱不多, 两个月平均一个月用一半, 即是理论上四月消费零售, 政府消费券扔了八五亿入市场, 但现在增长只有几十亿, 即是八五亿消费券扔了入去, 但其实本来居民消费大幅萎缩, 所以增加的增长率只有25%, 五月的数据都不会漂亮得很多, 六月的数据肯定差, 因为六月无消费券, 数据会跌回, 但陈茂波这一个就是他的问题, 他明知大概的Platon, 两个月大家就用了消费券, 他理论上第二期消费券三百亿 应该在六月派, 他故意不是六月派是七月派, 为何呢? 因为七月派不需要在hanover这盘账时, 即是由第五届政府, 香港或第六届政府时记录在案, 他的钱是未花, 是将来才花, 变成他不需要在现在入账, 变成他保存着一个相对高的财政储备 给夏家庄或下届政府, 他就做了, 至少他先领个工, 但这本数是假的, 所以我认为陈茂波不是很负责, 为何是假呢? 他本来百分百担保中市费贷款应该给, 他跟着拖, 现在拖着不批, 目的我相信他等到七月, 目的是等不要批钱出去, 另一方面是保就业, 三百九十亿的保就业, 四十亿是政府行政开支, 只是看三百九十亿的保就业, 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三个月份是prime, 理论上现在怎样都要批最少三分一, 因为你分三个月而已, 即33%, 但昨天公布了, 现在保就业只批了五十二亿, 五十二亿over三百九十亿大概十三点几%, 即是说现在陈茂波本来应该批33%, 六月再批33%应该拿66.6%, 现在才用得那13%, 即是说他故意压低要用的钱, 就算那些钱是逆周期措施, 就算那些钱保就的钱对很多公司来说是等它出粮, 甚至那些公司不炒人, 是继续留些人在, 都是因为保就业这条数, 而保就业本身是五月一日开始, 为何搞到六月一日都是只有13%批了呢? 这个可反映到陈茂波伊加这个态度, 他就是洗钱在握,收钱在到握, 目的就是要做好盘数去hand over, 他说下年的数可能都是他负责, 但是下年是虚, 他现在最少要先领工, 就是说他其实在财政预算案时 已是预先落了一个卖关子, 他就说预计在6月31日 交给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会有9千亿, 即是说无点跌, 即是说简单讲陈茂波摆明在做数, 未来新一届的特区政府如果他继续沽寒, 可能在省钱,如果他大幅放钱出去, 很简单,大幅跌了财政储备, 当然他又要去到3月31日才买仗, 他打算那时才算, 看不看会否买地,收益会好些, 简单来讲, 陈茂波现在在玩会计制度上的幻象, 就是表面上看来香港经济盘数据不要不靓, 香港政府公帑收入和支出可以见到是正常, 但其实他只不将要用的钱后再用, 在6月30日才用, 要收的钱他提早拿回来, 目的就是做领盘帐, 这不是那麽好的会计佬。